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捷豹的设计一直是属于颜值在线的 这一代车型跟上一代车型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化 比如说这个引擎盖 上一代车型在这里有一条不太好看的接缝 那么这样简化下来 在这款车型上整体感会更强一些 那么大尺寸的进气格栅 内部的一个构造也有所变化 现在采用了点阵式的布局 显得更加精致了 那么在雾灯区域 这样的一个尺寸也是足够大 彰显它的一个视觉冲击力 它的运动感的一个营造也是比较到位的 那么在头灯部分 采用了捷豹现在家族最新的双L型的头灯 显得也是更加精致了 炯炯有神的一个小眼睛 那么我们再到车身侧面来看一下 整个车身侧面 它的车长是达到了4747毫米 轴距是大概在2米8左右 其实这样的一个尺寸 跟保时连马看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出入 但是由于它比较饱满的车身线条 和这样的曲面的一个设计 显得这台车比保时连马看看起来更要魁梧一些 那么要说一下捷豹的车身线条的一个设计 它就像月起的一个豹子一样 肌肉感是呈现出来 每一个肌肉包括它的车身的一个腰线 还有尾部的一个曲线 都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轮毂方面配备的是一个20寸的黑化轮毂 中间配了一个黑色的抱头 这样营造出来的一个运动感也是非常强的 那么在车身尾部 我觉得尾部是它做的比较漂亮的一个地方 因为它采用了一个下坠的这样的一个线条 那么整个车尾显得非常饱满 尾灯部分也有所更新 现在内部的灯带换成了这样的更精致的形状 两个像勺子一样的形状 比较狭长一直延伸到车身的侧面 看上去精致感也是不错 但是在下方可以看到它是把排气给隐藏了 因为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试驾车的版本是2.0的一个高配版本 所以说我们也没有看到它的排气孔 那么如果是在更高一个级别的动力配置当中 3.0的配置当中 可能这个部分显得会更具运动感十足一些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后备箱的一个容器 打开后备箱上方有一个植物隔板 我们把它取下来看一下 在这个部分是可以放一些比较薄的 比如说文件什么东西的 因为放太多东西可能会阻挡驾驶员的一个视线 那么下方的一个储物空间来说的话 我觉得是中规中矩 因为由于它下坠的曲线不能放太高的一个物件 不然尾门是盖不上的 但是它的座椅也是可以通过比例放倒的 放倒之后后部箱的一个空间也能得到一个扩充 总的来说后部箱的一个储物空间是比较中规中矩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车内 看一下它在内饰方面的一个变化 会不会得到这位都市利人的青睐呢 坐进车内相信看到这样的配色 大部分的女性消费者都会比较喜欢 整个FPS的内饰布局呢 是采用了捷豹固有的环抱式的座舱 给人非常好的一个包裹感 那么在整体的用料做工方面呢 基本上都是以皮质 还有拉丝的金属面板为主 几乎看不到有塑料件的一个出现 我觉得这一点呢要给捷豹点个赞 那么在科技化配置方面呢 前方有一个12.3英寸的液晶仪表 这边呢是一个11.4英寸的中性娱乐屏 那么这块屏幕呢 首先它的边框是比较窄的 并且边框采用了铭合金的一个包裹 看上去呢悬浮感非常好 那么在实际操作方面呢 这台车机的一个UI界面设计 我要给到好评 它有白天和黑夜 也就是黑白两种布局 那么主题方面呢 也可以进行自动的调整 但是呢在应用的一个扩展上 还有它的一个流畅度上 我觉得还是烧欠火候的 如果这方面能够完善一下 通过后期的一个车机升级 我觉得能够做到更好 那么整车呢 基本上是没有实体按键的 取而代之的是触控面板 包括这个多功能方向盘 以及下方的控制控制区域 这个控制控制区域呢 也是比较设计精巧的一个地方 我们在拉动往上拉的时候 我现在通电一下 把这个按钮往下拨 这样转的时候呢 是调节温度 往上一抬 是调节风量 再往下一按 就是座椅的一个加热 当然可能高配置版本上 还有座椅通风的一个配置 这一块呢 是显得科技感十足 但是呢 整个面板的触控感觉呢 我先把这个封锁关一点 整个面板的触控感觉呢 比如说我按Auto 按Sync同步 它是整块面板一起联动的 它不是单独的一个机械件在下面 所以说呢 整个按板按上去呢 有的时候呢 可能没有那么灵敏吧 那么在下方区域 挡霸区域 取消了以前的旋钮式换挡 因为之前的旋钮式换挡 会有很多彻处投诉啊 说故障率比较高 那么现在直接换成了挡霸式的电子挡霸 这个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它的大小 它的宽度 以及它上面用的这样的一个面料 包括缝线的一个处理 据说是来自英国板球的一个设计灵感 手感是非常不错的 那么旁边 也没有说对旋钮式有一个完全的抛弃啊 这里还是在车辆模式的选择上 依旧采用了旋钮式的一个设计 这是一种保留吧 那么下方金属面板的一个使用 我觉得整体看上去呢 皮质跟金属质感混合在一起呢 高级感一下子就出来了 那么再来说一下它的座椅 这个座椅呢 是皮质打孔的一个座椅 而且然后全红的一个配色呢 也是非常的激发驾驶的欲望 并且呢 在头枕上面 捷豹的一个月报的logo 也是刻印在上面 而且这个logo刻上去呢 是非常有质感的 它突出的比较明显 那么整体来看呢 它整个前排的座舱 我觉得是凸显了 一个是高级感 豪华感 还有呢 就是科技感 另外呢 在方向盘 以及这个座椅呢 又能带给你一定的运动感 这就是符合这台车 豪华运动SUV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到后排去看一下 它后排空间的一个表现 究竟如何 来到后排 我们先来看一下 它在空间方面的表现 腿部 大概还有一拳三指的距离 前方是我正常的坐姿 头部呢 大概还有三指 总的来说呢 空间不算富裕啊 好在它上方有一个大尺寸的天窗 能够带来视觉上的一定通透感 改善它空间的一个比较局促的感觉吧 那么在腿部部分呢 中间有一个比较高的隆起 因为是四驱版本车型 所以说呢 如果说后排乘坐三名乘客的话 我觉得稍显吃紧一点 那么在座椅部分 这个座椅呢 皮质和用料呢 都是非常不错的 也有打孔缝线的处理 但是呢 它的坐垫的一个长度 我觉得稍显短了一点 另外呢 椅背的角度也是不能调节的 如果长时间乘坐的话 我觉得舒适性稍微欠缺了一些 那么在舒适性配置方面 后排有独立的空调充风口 下方有个12V电源 但是我没有找到USB或者Type-C的一个接口 但是呢 这台车在细节部分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包括在这个座椅的侧面 一直会延伸到车门 并且在车门这个部分呢 会有一个密封条 绒布的密封条 所以说这辆车在后排的一个静音 还有它的一个舒适性上 我觉得也是有所提升的 那么看完后排的一个空间 我们也会感觉到这台车 其实走的并不是实用性这条路 就是它的空间可能也就在 刚刚几个以上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台车开起来 因为捷豹一定要在动态的时候 才能呈现出它的优势 那么我们去把它开起来 看一下它动态方面表现如何 OK那么现在我们就把这台豹子给开起来了 我们试驾车呢是2.0T的版本 它搭载的是2.0T加8AT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组合 最大的马力呢是250匹 峰值扭矩365mm 如果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动力不满足呢 还可以选择3.0的版本 最大的马力可以达到340匹 并且呢它是机械加翱轮双增压的模式 那么这台车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一个初段的一个加速感觉啊 特别是我们现在在普通模式下 标准模式下 其实并不是那么的闯那么的冲 因为它前段的油门踏板呢 有一定的虚位 给了我们比较大的一个融合度 但是呢一旦我们把油门踩过三分之一 涡轮介入之后呢 提速感还是比较明显的 那么如果在这个模式下呢 我们把它切换至运动模式 也就是捷豹比较出名的方格齐的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动力的一个响应会来得更积极一些 并且即便是2.0的版本车型呢 我们也能隐隐约约听到后方传来的排气的声浪 那么在这个模式下呢 发动机的一个扭矩最大输出的一个转速区间呢 是1500到4500转 所以说它的扭矩输出的来的时机呢 也会比较早一些 那么再说一下它的这台8AT的变速箱 因为这台8AT的变速箱在捷豹旗下很多车型上也都有使用啊 基本上挑不出什么毛病 它能够积极的加减挡 并且呢 在日常的驾驶中呢 能够提供比较平顺的驾驶感觉 另外呢 就是整个底盘悬架了 这一点呢 也是捷豹比较擅长的部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前方采用的是双叉臂的前悬 后方呢 是多连杆的一个独立悬架 所以说呢 整个底盘悬架的调校呢 是着重的是运动化 这台车特别是在我们转向的时候啊 能够感觉到它对于车辆的侧倾的一个抑制 还有车辆的一个车身支撑是非常到位的 我们非常愿意开着这台车 去进行一些弯道的一个驾驶 能够感觉到整个底盘也是非常整的 但是也是因为如此啊 它在底盘的一个绿震方面的一个表现呢 我觉得并不是那么的舒适 是相对偏运动化 偏硬一点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还要说一下 它的整个车身也是它的一个优势了 它是百分之百的铝制白车身 所以说达到了车辆的一个轻量化 并且呢 铝制车身呢 在车辆造型方面呢 也能够做到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说呢 整个捷豹它的一个优势 除了动力 悬架 以及它整个车身的一个材料使用上呢 我觉得都是偏向于运动属性的 那么这台车还有一点呢 它是采用的纵制发动机的一个布局 并且呢 配备的是四驱 采用的多片离合器的一个四驱形式 所以说它相比一般的家用SUV 在通过性上 或者说我们在动态的一个驾驶感受上 肯定是会要更好一些的 另外呢 要说一下它的刹车 刹车的脚感是比较线性的 很好掌控 并且呢它配合了发动机起停和Auto Holder 只要我们在刹停之后 再重重的给一脚 自动起停就开启了 如果要关闭呢 其实我们找不到实体按键 它是在中控屏幕上 会做一个选择有自动自动保持 也就是Auto Holder 还有个自动起停可以进行开启和关闭的 那么总的来说呢 捷抱FPS的驾驶感受呢 我觉得是着重的是运动化的一个操控感 但是呢 即便是女性驾驶员 我们选择经济模式或者标准模式呢 在城市道路中进行的车辆的穿梭 或者说拥堵路段呢 也不会觉得这台车很莽撞 因为变速箱在这方面呢是力拉功的 最后呢 我们再来聊一下整车 在静密MVH方面的一个表现啊 在车窗车门处呢 都用了比较厚实的胶条 并且内外呢 都有双层的这样的绒布内衬 这些细节化的一个处理呢 对于隔音效果的一个提升呢 也是有显著的帮助的 但是如果你的耳朵还是比较挑剔 对于路灶胎灶或者风灶 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感触的话呢 那么英国之宝的音箱在这里 就可以立功了 我们来欣赏一下它的音质 那最后再来总结一下 捷豹F-PACE这款车型呢 其实是在同期的竞品当中呢 是一个比较个性鲜明的存在 虽然说它的定价 以进口车的身份来说 相比BBA都国厂化之后呢 其实它的价格呢 是略微高了一些 但是它现在目前市场的一个 终端的优惠还是体现出来了 如果你不想像BBA那样随大流 想要多一些个性 多一些调性的话 我觉得这一款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都市利人们 如果你买不到把时间的妈看 又觉得宝马X3 奔驰的G2C 或者是奥德Q5L太普通了 不妨多去看看这款车型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的试驾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